下面来看第三单元归因 首先来看归因的定义 归因是指个体根据有关信息线索 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原因进行推测和判断的过程 那么归因实际上就是找到原因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有人说我过得不够好 过得不够好 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来我们归归因 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 没有很好的去工作生活 所以过得不好 那有的人呢 则认为我归因归结于我没有一个很有钱的爹 我们都说拼爹嘛 对吧 归结于这个家庭的原因 那么还有人是说大环境不好 现在经济危机加上整个的疫情影响等等等等 都是归因 那这些现象都叫做归因 总而言之就是找到原因 那下面呢就来看一下造成行为的原因呢 有哪些 我们来给他分个类 第一类呢是内因和外因 比如刚刚我们说的 自己呢不够努力 这种呢就是把原因归结为个体内部的原因 叫做内因 那么外因呢就刚刚我们说的 我没有一个好的家庭 我没有一个有钱的爹 大环境不好等等 这些都是外归因 就是行为或事件发生的外部条件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综合归因 也就是两者兼有 好 这是第一组啊 内归因和外归因 第二组呢是稳定原因和易变性原因 稳定原因呢 哎就是不太容易变的 比如内在的人格 我们说人格有稳定性 不能说我今天是这种人格 明天换一种啊 天天跟换衣服是换着玩 没有的啊 相对比较稳定 外在呢就比如我们的工作任务 你要做什么 这个是肯定很稳定的 没有说今天让你做销售 明天让你做服务 后天让你做研发 对不对 不会的啊 那么与之相对的是 易变性原因 比如说我们内在的情绪 哎情绪是多变的 这个好理解啊 比如为什么昨天这事我没办好啊 因为我昨天生气了啊 这个是容易理解的 而外在的就是气候啊 天有不测风云嘛 哎这个呢 气候原因是易变性的原因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 第三组是可控性的原因和 不可控的原因啊 那么可控性的原因呢 指的就是你对这件事情可控啊 你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行为和后果 比如说 现在大家来学习心理咨询师的课程 就是在通过努力啊 来去改变一些行为和结果 对吧 哎 这个对自己学习这个方面是可控的啊 那么不可控的因素呢 哎 这些呢 都是不受你控制的啊 那么他的发展实际上呢 是可以进行预测的啊 就是有一些事情啊 你不可控啊 但是呢 你是可以进行一个较准确的预测 比如说工作的难度啊 智力啊 对吧 哎 比如说啊 这个孩子滞留问题啊 不太聪明 那么他应该在学习上 不会有太多的发展啊 因为他智力有问题啊 他对于很多东西 肯定认知是没有那么敏感的啊 好 那么包括工作难度啊 这个工作难度很大 这不是你 是不是你不可控的呀 哎 我们想完成它 一定会经历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哎 是不是可以进行准确的预测 啊 好 OK 因为一般来讲啊 这些不可控的都是一些什么 都是一些客观因素 那么客观的因素 它就基本上不是那么容易变化的 那自然而然容易找到一个 哎 相对比较准确的预测 好 这是行为原因的分类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在归因这里面呢 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 叫做控制点理论啊 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罗特于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提出的 啊 这是一种叫做个体归因倾向的理论 好 那么他发现 个体对于自己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 及结果的控制源 有着不同的解释 啊 分成了内控者和外控者 啊 那么内控者呢 一般是相信自己啊 愿意付出努力 好 其实内控这个特别好理解啊 就是你自己控制自己啊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控制点啊 在内部啊 在自己这里 那我们去想一想 这样的人啊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说做事情会比较自主 自发 哎 会自己调节 自己不断的精进 对不对 好 而外控者呢 他一般是相信命运 觉得个人的努力无用 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外界啊 有一点点宿命论的意味啊 好 也就是用外部的环境来控制自己啊 那么内控者外控者 他们的区别就是看到这个控制点 哎 倾向于哪里 所以说呢 这里有个什么 哎 归因 倾向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好 那么两者相较 内控者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是符合社会期待的啊 内控者 我们去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我们社会所期待的 是不是就这种 相信自己付出努力 自发的 主动的 有能量的 自己稳步向前的 这样的人呀 哎 所以说内控者的态度行为方式 是符合社会期待的 好 这个呢 也比较好理解啊 内控外控 区分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看一下归因的原则啊 归因的原则有这样的几个 第一个叫不变形原则 那我们在归因的时候 一般来讲呢 都是在寻找某一特定结果 与特定原因的不变联系 其实这个呢 就有一点像我们怎么样 找规律 哎 人们都喜欢去找规律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特别愿意生气 啊 那我们就会发现 哎 只要出现一件事情 他就会生气 是什么呢 只要他一开车上路 他就容易生气 有点什么 怒怒症 对不对 哎 那这就是我们在找特定结果 和特定原因之间的不变的联系 这就是我们归因的原则 因为这样的话 哎 他符合一定的规律 对吧 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不变 所以我们容易接受这样的原因 OK 好 第二 折扣原则 当一种结果看起来是有一种以上的原因引起的时候 将其归结于某一特定原因时需要谨慎 好 如果我们找到了结果和某一个原因之间的关系 那肯定没问题 就是这个原因 那 但是如果说有多种原因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就要小心了啊 那么一定要看到底是哪一种 啊 哪一种 这就叫做折扣原则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啊 他现在身体不好生病了 啊 结果查出来 哎 就是他的某个内脏器官有问题 比如说查出来心脏不好 OK 那我们知道是心脏导致了身体问题 但是呢 你一查发现呢 这个人心脏也不好 肝脏也不好 脾脏也不好 啊 这个胃也不好 那OK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随便的说 好 就是他心脏不好 对不对 哎 你就要谨慎的去找到那个真正的原因 啊 这就是折扣原则啊 在多种原因之下啊 要会谨慎一些 好 第三个呢 叫做斜辩原则 这个原则呢 很有意思啊 叫凯利的三维理论 我们来看看是哪三维啊 凯利的三维理论呢 指的是人们归因总是涉及三个方面 刺激课题 行为主体和背景啊 那什么叫做刺激课题呢 你的每一个行为一定是有刺激 你才有行为啊 比如说你为什么会突然间缩手 因为你碰到了一个扎到你的东西 对不对 比如为什么会哭 是因为有人给你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对不对 为什么会笑 因为有人在逗你乐啊 这就是刺激课题 好 那么这个缩手的人 哭的人或者笑的人 就叫做行为主体 就是谁做了这个行为 而第三块呢 就是背景 或者我们叫你发生这个行为的情境 我们无外乎就是三个方面 你 我 还有这个环境 这是归因设计的三个方面 而归因时呢 需要考虑到这样三个方面啊 第一个 特异性信息 也就是说行为主体的反应方式 是否有特异性 是否只针对某一次级课题 做出反应 说到这个特异性信息啊 我们有首歌的名字叫 我只喜欢你 对不对 我只喜欢你 那就是特异性 就我只针对你 会有喜欢的这种行为 叫做特异性信息 第二个是共同性信息 不同的行为主体 对同一次级的反应 是否相同 比如说 一部电视剧播出来 大家觉得拍的太好了 这就是最现实生活的写照 不同行为主体 对同一次级的反应 相同 好 第三 一致性信息 行为主体在不同背景下 做出的反应 是否一致 不同背景下 OK 也就是说 比如 你看一个电影 你今天看 你觉得没什么感觉 但过一段时间 你失恋了 你一看 哎呀 觉得怎么这么扎心 或者听一首歌 平常听没事 结果呢 最近呢 这个工作也不顺 家里面呢 也经常争吵 听一首歌 哭了 对吧 不同背景下 做出的反应 是否一致 三个方面 特意性信息 共同性信息 以及一致性信息 好 那书上的专栏呢 是举了一个例子 让大家理解一下 这个三维理论 好 那么书上说的是一个 叫玛丽的女士 看到小丑的表演会笑 这样的一个例子 第一种情况呢 是三个都特别高 特意性信息 特意性高 指的是呢 她只对这个小丑笑 那么共同性信息 其实大家呢 也会对这个小丑笑 一致性信息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她都对这个小丑笑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归因于什么呢 归因于 是这个小丑的原因 这个小丑 特别幽默 特别招乐 所以她会笑 这是三个都很高的时候 我们一般外归因于 刺激课题 好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 一致性信息比较高 一致性比较高 而其他两个比较低 特意性比较低呢 就是 这个 她对哪个小丑都笑 没有特意性 共同性 就是别的人不笑 而一致性呢 就是这个玛丽 见到小丑就笑 那就说明应该谁的原因 玛丽 笑点比较低 对吧 我们一般是 内归因 那一致性比较高 一般内归因 好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 特意性 比较高 而其他两种呢 比较低 特意性信息比较高 就是 只见到这个小丑笑 而其他人呢 并不笑 而且 以前 也没有笑 那 说明是什么 说明是 情景的问题 情景的问题 好 所以呢 注意 归因 三个都很高的时候 一般是外归因 如果只有 一致性高的时候 一般是内归因 而 只有特意性高的时候 是 一般跟情有关 那有人问了 说老师那只有 共同性高呢 好 那 只有共同性高 那大家都乐 就你不乐 那应该谁的问题 也是 外归因 也是外归因了 肯定啊 因为那个 我们不讨论了就 因为也有很多的 不确定性 所以呢 大家只需要知道 三种情况 就可以了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影响归因的因素 一共有四个 社会视角 自我价值保护 观察位置 以及时间因素 首先 社会视角是 行动人和观察人的 对于行动者的 行为原因的看法 有差别 那么 对行为原因的解释 有何难的不同 这说明 社会视角 将影响归因过程 和结果 其实这个呢 应该非常好理解了 就是说 我们处在不同的 社会地位 处在不同的 社会层次 和位置上 那么看待事情的维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一个穷人家 他的这个 钱被盗了 他可能会归因什么呢 可能归因于 上天的不公平 可能呢 会归因于 恶人当道 但是一个 富人家被盗了呢 他可能会归因于什么 归因于自己家的 安保做的不好 或者是说呢 会归因于 有人基于他的钱财 对不对 这个社会视角 带来的 归因的过程 和结果不同 那么处在不同的 社会层次上 社会视角一定不一样 好 第二个呢 是自我价值保护 这个因素 那么在归因的过程当中 对有自我卷入 事情的解释 那么都会有明显的 自我价值保护的倾向 就是说白了 就是这个事啊 一般来讲呢 怎么样 如果说失败的话 那么多半和无关 就是在失败时会 对外归因 因为要减少自己 对失败的责任 这是一种自我防卫 这事不关我的事啊 哎 比如说 这个 我们一个项目 做失败了 对吧 哎 那么多半大家经常 心里 哎 是因为这个 合作者有问题 是因为环境有问题 等等 但没有人会站出来说 是我做的不够好 对吧 就失败的时候 往我回外归因 啊 那么在竞争条件下 个体倾向于 把他人的成功 外归因 啊 而把他人的失败 内归因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实际现象啊 对吧 哎 这个 别人成功了 你看吧 就是因为他先天条件好 啊 或者说 他的家事好 对吧 这是别人成功 是外归因 啊 而他人的失败呢 内归因就是 你看他为什么失败 就是因为他不行 对吧 好 那么有明显的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保护自我价值的倾向啊 那么这种倾向叫动机性的归因偏差 就是保护自己嘛 哎 就是结果 不管如何啊 归完因之后都是自己比别人要 哎 更胜一筹 好 那么对于失眠者来说呢 会反向归因啊 那么他们倾向于内归因啊 比如说是因为自己的焦虑啊 紧张啊 压力大 所以导致失眠啊 那么 所以说我们可以啊 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的归因模式 使得失眠程度得到缓解啊 就是说 不要让他一直的啊 内归因内归因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会越想越焦虑 越想越不安 越想越睡不着啊 啊 OK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可以改变他们的归因模式啊 把内归因变成外归因啊 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缓解他们的失眠程度啊 缓解失眠程度 OK 这是归因的第二个因素 自我价值的保护 好 那么第三个这个因素呢 是观察位置啊 就是你所处的这个观察位置的空间性不同 那你看到了这个中心点也不同 当然这个空间不止说你站在哪个位置 视角看到哪里 其实就是看你能够看到什么啊 这个中心的不同也会导致因素的不同 就是你能不能看到那个核心的点啊 而时间的因素呢 我们有空间有时间啊 时间的因素就是那些离我们较远的啊 这种历史性的事件 往往呢 哎 我们会把它归为情境方面的一个因素啊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讲很多历史事件 我们都说是因为当时的大环境所致啊 很少再会哎 看到主客体这样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往往历史越久 因为你也无从去考究具体的主客体之间的一个互动模式了 所以更多的时间更久的看到的是哎 情境的因素啊 造成的一些原因好 这是影响归因的四个因素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的第三节呢 就已经讲完了啊 都是一些和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贴近的部分 可以结合着生活的很多例子来进行掌握和学习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课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